施瓦辛格老爷子的首部剧集 面目全非今日正式上映 老爷子一出场就点上了路边的垃圾桶 然后报了个地址让消防出井灭火 而他则利用这个时间间隙换上消防服 在消防车经过路口的时候 悄无声息地爬上车顶假扮成消防员 利用消防队的特权帮助 进到了一个保卫森严的钻石区 在指定地点跳车后 撬开井盖进入下水道 通过下水道来到金库底部 再利用手中的超级激光刀切开了三米厚的地板 终于老爷子顺利进入金库 当然里边的保险箱也难不倒他们 再要是恐触装上炸弹后 砰的一声轻松搞定 拿到钻石后老爷子又摇身一扁 成了钻石供货商 却跟黑帮换取一个恐怖分子的老巢坐标 搭档一收到老爷子传回来的坐标 就开启了雷霆手段 黑老大举杯跟老爷子庆祝合作顺利 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 啤酒不小心洒落到钻石上 并且在钻石表面形成了水珠 黑老大瞬间就推断出钻石是老爷子偷来的 也就是说眼前的人根本不是供货商 他立刻让手下控制老爷子并对其搜身 果然在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奇怪的胶囊 老爷子也懒得在隐瞒 直接告诉黑老大我是中情局的人 那颗胶囊是剧毒 万一被抓可以吞服自杀 今天来着的目的除了获得坐标外 就是杀光你们 不过现在被抓看来只能服毒了 看着老爷子吃下毒 要黑老大一点得意 可等了半天也没见老爷子毒发身亡 老爷子任务完成后退休回老家 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 但回家后却发现了一个家族秘密 这也让他不得不再次战斗 就能帮助我 我去找到这边